南投縣文化局目前增長出四季營 洪建信師生油畫連戰 學生經過兩年多的學習 作品不論是四季風光 鄉土民情 抽象表現 都相當豐富精彩 歡迎鄉親能夠抽空 來文化局享受這一場畫宴 從過去不懂的油畫 經過洪老師的細心的教導 現在他們的學生所畫出的畫 都非常的一級棒 讓人看了就喜歡 尤其這些油畫 它有他們的特色 有他們的精彩的部分 所以洪老師 他不但是一個很好油畫的大師 同時也能夠培養 一些後代年輕的油畫 那麼我們的學員 在這次的作品裡面 涵蓋了這種四季的風光 鄉土的這種民情 還有一些抽象的表現 那麼在色彩 用色上都表現得相當相當豐富 然後在光源的表現上 類似於 傾向於這種印象主義的圖畫 那麼在色彩上也偏向於野獸主義這種色彩強烈的表現 議員賴燕雪表示 藝術是文化 生活美學的表現 透過藝術文化的洗禮 可以讓生活品質提升 感謝愛好藝術人士的付出 希望能夠永續經營 藝術是一種文化 也是一種生活 同時也是一種美學 那麼今天看到我們工業區這些董梁 還是我們的企業界的老闆 投入我們藝文的推動 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尤其是這次我要特別感謝的是 我們南綱工業區廠協會 我們的陳理事長 以及我們工業區的服務管理中心的陳主任 大力的催生之下 讓我們這些愛好藝術文化的梁子君 能夠在背後默默的推動 我們希望這是一股永續的力量 能夠永續的經營 永續的扎根 洪老師的學生中 有多位是南綱工業區的企業主夫人 在工作繁忙之餘 不忘提升自己 也展現許多作品給大眾欣賞 議員由洪達相當肯定 工業區企業主的夫人 大家來共同學到我們藝術 那麼他們才沒用 可以再來操控 做到我們的文化藝術的提升 可以說也提升自己 可以將他們真正好的作品 呈現在南投線 以及我們各位好朋友的眼前 這是非常不簡單 洪達在這裡 給他們困難 也來為他們加油 希望可以在南投線的文化藝術來提升 本次展出成員為洪建信老師 魏貞山 姬萬金 鄭明瑜 劉如香 羅力軍 劉月貴 鄭惠娟 陳文年 謝美玲及謝新玉等11人 作品包羅萬象內容豐富 值得大家前往參觀欣賞 民意新聞林家惠 南投採訪報導 以後來會有黑了 財政部 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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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